字幕 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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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初始化完成了 下面這邊有一個 看一下下面這邊 Let's get started 我們就把它給開始 好 可以看到 它已經拍出來了 它所拍出來的畫面 那就代表已經連接成功了 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寫小方智慧攝影機 我們這邊的下載 下載的速度 然後這邊可以切換 你要high或是low 這邊可以把它給變大一點 這邊還有一個通話鈕 聲音鈕 然後全屏 全屏 全屏會變這樣子 吹過來 我們這樣恐怖移動 這邊可以切換 那這台小方智慧攝影機 有一個好處是它下面 這邊可以旋轉 還有調整高度 還蠻方便的 把它跳回來 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回放的按鈕 那回放的話 可能就是要 沒有裝記憶卡 那詹姆士這台沒有裝記憶卡 所以現在還沒辦法使用 看一下這邊 好這邊的Additional Settings 這邊有一個 Security Settings 是設定你的安全 這邊可以 Turn On Password 或是改變 你的前置 password 改變你的密碼 或是Turn On Touch ID 如果你的iPad有指紋變認的話 應該可以使用 這邊可以設置你的密碼 那以後點進去就可能需要密碼才能看 好 好 那個Add to Home Screen 看一下 好 這邊可以選擇 好 這邊可以選擇 新增 好 好 然後就出現一個 小方智慧攝影機 好 那我們直接點 這樣會 它就直接出現了 好 那就直接跳到米家的這個APP裡面 好 那這樣 又有連接完成 出來了 那我看到下面這邊其實還有 過來一個夜市 可以把它點 變成是紅外線模式 那現在把它切成Auto 讓它自動偵測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岩石攝影 看看 好 那這個沒有查入SD卡 所以沒辦法測試 好 那我們今天就 測試到這邊 那 謝謝收看喔 那也歡迎訂閱我們 或示範我們的影片 按個讚喔 好 掰掰 還有? 要看